好 四聰 刚刚是今天早上科普者的说法 他说两岸关系这样子恶性循环 那恶性循环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战场是网路 对 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面对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庞大市场 我们要有个认知 既然你是要去 如果你是要去抢他的市场 你必须要符合他的标准 跟符合他的规定 这是一定要 你要有这种认知 不能够说 如果你要过去的话 你要你就可能要承受 后来的这个后果 你要自己明白这个状况 像这是吴宝春的这个事件里面 为什么会被大家拿出来讲 因为过去大家的印象就是说 他是台湾之光 一个屏东的小孩 然后奋斗到学历也不高 然后奋斗到个面包师傅 后来拿到的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 然后是用台湾在地的农产品 做出台湾的这个口味 比如说他最有名的这个 荔枝的这个桂园的味道 他这个都是用台湾 当地的所有的产品 那一颗面包 说实在还蛮贵 一颗面包卖380块 我觉得像很多人可能都买不起 像我今天刚好就是碰巧 他今天来录影啊 随便拿就是拿吴宝春的体带 吴宝春的体带 这个不是我买的啦 是我朋友去买的时候 他送给我吃的 澄清一下澄清一下 那我觉得的确啦 如果以这个面包的品质 或是他的用料来说 真的是蛮不错的 但是你说一个面包 卖到380块是不是有点贵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见仁见智 不过他这几年 原本吴宝春在高雄 只有一家店 但是他这几年不断的 因为他现在背后 其实有一个行销团队在帮他操刀 甚至有人入股他的公司 所以现在他的展电速度变快 他现在在北中南都有电 甚至说在台北也有分电 在这个台中的高铁物资站 里面也有他的分电 那当然啦 你这个分电 如果以这个高阶市场来说 我们以旧市场来说 在台湾其实大概已经发展到 一个相对饱和的这个程度 对 那他要往哪里走 当然就是往中国大陆走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当然这个 在他的团队操作之下 他被迫必须要往中国大陆走 那其实现在网友又翻出 他过去讲一些话 他说过去说 有人问他说 你是不是要往中国大陆发展 他说没有啦 这个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市场 不一定要去中国大陆发展 那这一段话 就被中国网友解读为说 你是台独 那这个当然就是 他自己也觉得 非常的莫名其妙 那因为呢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网友 通常之间呢 他们其实是 会网路霸凌 这个尤其是这些公司 那他当然就认为说 你是台独面包 就发起抵制 那发起抵制的话 为什么吴宝春在第一时间 他要发出这个声明稿 就是这个回应网友的疑虑 说明他是九二 两岸计价亲支持九二公司 因为他不要看到 他被变成像 这个所谓的 这个85度C一样 我们现在讲85度C 85度C上次这个 因为蔡英文总统过进美国 去喝了一杯咖啡之后 那没想到呢 这个引起中国网友的 全面的塌法 那因为85度C 在中国的店面 其实是比台湾还要更多的 那他第一个时间 被踏伐了之后 那他他有发出声明稿 但是中国网友不领情 他后来的他的这个 包括他所有的产品 在中国的这个点评 或是各大的这个网站 全部都被下架 而且中国网友的确 发出抵制他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新的这个状况 这是85度C的股价 因为他是上台湾的上市上柜的公司 你看他八月 从八月中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其实是一个下跌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 他事实上这几个月公布的业绩 也的确不好 也就是说真的 这个中国大国网友的这个抵制 对他的业绩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那因为这样的话 他目前为止都还没办法走出 这个因为当初被中国大国网友 抵制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相信在看到85度C 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吴宝春他当然会认为说 第一个时间点我要做某个程度的这个切割 我们讲到说 除了吴宝春事件 跟这个之前的这个85度C事件的话 这前一阵子有一个DMG的事件 在中国大国也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名牌品Dochekabana这个公司 他们在中国大陆 他们说了一些可能 被认为是辱华的一些言论之后 那个中国网友才抵制的有个夸张 骂他骂得很夸张 甚至有人就说 Dochekabana诞生于197几年 逐于2018年上海 就他们也是无所不用其解来封锁他 甚至来这个骂他这家公司 所以我觉得任何台 我们目前台湾同胞 要去中国大会做生意 你就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你就一定会被迫 要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或者说两一家亲中间 你就一定要表态 那你要表态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好 你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 你真的认为中国大会市场 那么重要的话 那你可能某种程度 台湾市场就必须要做 某种程度的取舍 我觉得这都是没办法 避免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也不只是 吴宝春或者说85度C 台湾艺人也是都面临到 这样的状况 你去中国大陆 你就要被迫去表态 甚至连台湾公司 也是这个样子 我跟大家讲 中国大会事实上 在过去几年的时候 2000年 16年 17年 18年 这三年 他都有对我们台湾的公司 在中国大陆 他们有做一些金流的调查 有做一些人生的调查 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那你跟过去的这个民进党的反应 是什么 所以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2016年 不是海豹王就出来被迫表态吗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就是两岸目前的现实 你要去赚中国大会的钱 你就要符合中国大会的 他们游戏规则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 妥协或是模糊的空间 就是九二共识 两岸一家亲 这两件事情 你没有说出来的话 他绝对不会跟你往来 甚至不让你赚钱 这就是中国大会现在的态度 那所以我们民众要搞清楚 如果你要去中国大会赚钱的话 你就要一定要这样的表态 那是没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次韩国瑜 他在选举中心 他也说他支持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当然就有陆克 就有农产品会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要搞清楚 目前的现况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发展经济 绝对你就不能够发展政治 这是中国大会给你设的框架 那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要面对 而且要承认的一个事实状态 就是如此 好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